學員投票小組 學員投票小組 在2012年10月24日至11月7日期間 以70歲以上長者 應豁免資產申報 而獲得長者生活津貼委題 進行了一次投票和意見分享 這項投票有101人參與 當中53人認為 應該資產申報 而有40人認為 不需要資產申報 還有8個人有其他的意見 讓我們一起看看這個結果 認為有必要資產申報的人 覺得獎者生活津貼 涉及大量開支 而本港人口老化加劇 獎者生活津貼涉及的公帑 也會隨之增加 政府也表明 獎者生活津貼是一個持續的政策 如果不設資產申報 長遠來說 獎者生活津貼 只會成為香港一個不可推卸的財政重擔 去本港並不健康 另外 長者生活津貼 是針對生活有困難的長者 並不是每一位長者 都可以獲得津貼的 只要按需要分配資源 才會符合政策的公平原則 立場的錢才不會被浪費 至於贊成不要資產審查的人 認為這個措施 可以提高政府發放長者生活津貼的效率 也可以簡化這個計劃的申請手續 甚至可以減少這個計劃所需要的行政費用 同時 豁免資產審查也可以確保所有有需要的長者獲得津貼 達至勁勞的效果 當越來越多長者獲得津貼的時候 他們的生活質素也會隨之以提高 至於其他的意見 有人指出 長者生活津貼對富有的長者沒用 因為無論有沒有資產申報 他們根本都不會申請 也有人說 長者生活津貼的政策不公平 因為資產申報本身就有漏洞 長者可以透過轉移自己的資產去領取津貼 這樣會浪費社會的資源 但是如果沒有資產申報的話 人人獲得津貼的做法也不合當 由此可見 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審查制度 爭論主要是政府的資源分配 究竟是人人有份 只是應該先作篩選 要改善長者生活 是否除了長者生活津貼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呢 看來這個議題有很多討論空間 接下來 學員投票小組 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能有效解決香港住屋需求為題目 給青年人投票 大家可以在2012年12月1日 至2012年12月15日期間 進行投票 請各位密切留意 踴躍參與 請進行 請進行 請進行